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北风那个吹雪花嗷嗷飞的冬夜里 虫吃银骨踏雪而来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 人们生了一种怪病 会突然听不见任何声音 连一声道数着无测 发病的人越来越多 银骨拿着小镜子往冰荤的耳朵里一看 发现耳朵里竟然截着棉叶网 银骨说这是虫引起的 这种虫名叫轰 它可以吃掉声音 本来应该是栖息在三连里的 但是下雪把声音全都掩盖了 所以他们找不到东西吃了 就来到了村子里 银骨四处一找 果然在房檐上找到了不少轰 这种形似蜗牛的虫 可以寄生在人类的耳窝里 将传来的声音偷偷吃掉 被人发现轰一下子都跑了 银骨让人准备了热水 把盐倒进去 盐水往人耳朵里一灌 轰果然自己就跑出来了 村民的耳朵也能听见声音了 原来长得像蜗牛 跟蜗牛怕的东西也一样 只要以后在房檐上撒上盐 轰就不会寄居在这里捣乱了 村民的事解决了 村长奶奶却有一事相求 他的孙子真火 耳朵也出了问题 从去年冬天开始 小真火突然长出了鸡脚 然后身边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只能听见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 就算他堵住耳朵也没用 声音会从脚钻出来的 这跟村民的症状完全相反 银骨根据情况推理 这应该是跟轰一起行动的虫 啊 引起的 他会吃掉轰制造的无声 被他寄生的人听不见近处的声音 还会无限接受万物的声音 但是阿的数量极少 而且他不怕眼水 所以目前没人找到解决他的办法 记载中唯一被寄生的人 在第二年冬天结束时 也因为受不了精神折磨离世了 奶奶有些慌了 所谓知己知彼 方能把战不待 银骨为了了解阿 特地用烟雾将两人隔离了出来 这样真火耳边嘈杂的声音就少了很多 他告诉真火 人类跟动物的听力比起来差不多 但是有一些是动物也无法听见的声音 就是虫的声音 一只虫的声音可能不算大 但是千千万万只虫 一起沟通交流的声音 绝对会高到恐怖 所以真火耳朵里的阿 吃掉了他的寂静 让他长出了脚 他就可以接受虫的声音 真火说起他去年长鸡脚的经历 原来他的妈妈也患过长脚的病 而且在去年冬天就去世了 临死前 妈妈一直很喜欢捂住耳朵 他曾经伸出虚弱的手 用力捂住了真火的耳朵 说了什么 但是被捂住耳朵的真火没有听见 不久之后 妈妈就去世了 真火开始学着像妈妈一样捂住耳朵 不知不觉 他也长出了脚 谈话结束 真火终于可以在相对安静的世界里 好好休息一下了 英古向奶奶询问真火妈妈去世时的情况 奶奶说真火妈妈一直想去安静的地方 好好睡一觉 直到临死前 他的世界忽然寂静了起来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没过多久 他就离开了人世 第二天 真火出去散步后 再次下起了大雪 英古冒着雪 出去找真火 走路的途中 他听着下雪的声音忽然想起妈妈临死前的寂静 会不会是听了过高频率的声音之后 再听其他的声音就听不见了 所以才会觉得很静 英古跟着洞穴的亮光找到了真火 但是听着真火的声音 他的耳朵忽然失去了听力 他往洞穴顶一看 发现无数的轰漆漆在这里 自带系虫体质的英古被虫湮灭 但是相当淡定 他在众多右旋的轰中找到了一个左旋的阿 当阿酸进英古的耳朵 他让真火用手捂住他的耳朵 然后耳朵里的阿就融化了 英古明白了妈妈的意思 当年他捂住耳朵并不是想捂住外界的声音 而是捂住耳朵会听见手部肌肉运动的呜呜声 妈妈临死前才发现阿的弱点就是其他生物活着的声音 所以他寄生在人的体内就会先将人体的声音都消除 不是阿被融化就是人衰弱而亡 妈妈发现这件事实 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生命力无法将阿融化 所以他捂住真火的耳朵 就是想让真火听见他生命的声音 跟他当年与丈夫一起去看火山时 容颜发出的声音一样 每次听到都会消除不安 真火这次捂住耳朵阿被融化了 他的鸡脚脱落了下来 英古拿走了鸡脚作为报酬 看着略微寂寞的真火 给他留下了两个小鸡脚 这个世界太寂静了 真火难免会怀念之前的世界吧 但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就会忘记了 充施的第三集 柔软的鸡脚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有人会问为什么之前真火捂住耳朵阿不会融化 反而会长出脚 而之后就可以融化 因为之前真火一直在意的是捂住耳朵之后还会听见外界的声音 所以越是努力听外界的声音越会长出脚 而阿害怕的一直是人自身的声音 当妈妈终于在生命的尽头 努力融化了阿之后 他的世界一片寂静 已经听不见平常的声音了 也许容颜的声音并不只是容颜 只是一种让人心安的寄托 那是自己生命的声音 在这个四通八达的世界里 人们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 也许看个电视 写个作业都不能专心 而我们什么时候能安静下来 真正听一听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呢 我想看到这里的同学 已经用手捂住了耳朵 偷偷再听了 别忘了放下手后给小美点个关注呀 爱你们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